宜蘭五穀鎮被鋪上了一層綠地毯 整片河道呢 通通是被大坪還有布袋蓮塞滿 雖然看起來蠻漂亮的 不過清理工人說 上個月才清好 這個月又漲滿了 乍看之下以為是草地 宜蘭五穀鎮遭大坪和布袋蓮塞滿河道 從空拍角度看 放眼望去 宛如鋪上大片綠地毯 工人搭著小船 但要前進有些困難 被滿滿大坪擋住去路 怎麼清好像都清不完 出動大型機具幫忙移除 今年疑似因天候及周型新因素 數量比往年還要多 上個月才清 全部乾乾淨淨 難都是釣魚的耶 所以現在都沒有人釣魚了 民眾日常釣魚生活被中斷 不只如此 宜蘭訊息即將來臨 如果下局好雨 外界擔心阻礙泄洪釀成水患 這類水生植物也會促使水質優氧化 危及本土余下生存 長度約100公尺 預計在下周 會把這整個河面的部分的 布袋蓮跟大坪清除完成 河道變草地這幅奇景 對生態和防汛都有影響 政府家僅趕工清除 還給居民乾淨清澈的河流 記得張凱庭 依然報導 河頭 谢谢大家